记者苏永耀台北报道,蔡英文总统今下午接见美国在台协会AIT主席墨剑James Moriarty,回顾台美关系过去一年来的合作交流与成果,期盼双方未来能在区域稳定上持续扮演重要角色。 墨剑也肯定台湾对国际参与所展现的意愿与能力,并乐见台美双方在各领域持续合作与发展。 总统表示,自从川普总统就职以来,台美关系在各个层面都持续稳定与深化,包括建立更紧密的双边贸易以及国际合作关系,双边在各个领域上也都不断扩大合作。 总统特别感谢墨剑及美国政府在他前阵子过境夏威夷及关岛时的热情接待。 他表示,回顾过去一年,他四次过境美国均符合便利、安全、舒适与尊严的原则。 今年6月,美国宣布对台重大军售展现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 台美也透过全球合作际训练架构GCTF共同为区域发展做出许多贡献。 此外,美方在APAC峰会上安排我国代表宋楚瑜与川普总统等美国政要见面。 凡此均足证台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总统认为,透过双边的努力,共同以务实的态度,持续提升彼此间的关系。 在长期建立的基础之上,一步步秉持共享的价值,互惠互助,让双边关系不断前进。 总统表示,称如美国一直支持台湾,我们也会持续支持美国。 透过双边合作来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也让亚太区域更加和平稳定,繁荣发展。 总统表示,台湾将在区域稳定上持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方会与美国合作,一起稳定朝鲜办保情事,并跟美国在此一区域的盟友深化合作。 另外,台湾将加速军事改革,以拥有更坚持的自我防卫能力,也会在国防一级上跟美国持续强化双边合作。 总统希望,透过深化台美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并跟美国极力面相近的国家一起合作,以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 同时,我国也会推动更紧密的台美双边经贸关系,包括加强在新南向政策上的合作。 总统强调,台湾是印度太平洋区域的自由民主国家,自然是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中的相关者。 他相信台湾可以对这个区域做出更多贡献。 我们不只愿意保卫自由开放的共同成果,更愿意守护以法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随后,穆建致辞表示,此次为他第三度以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身份到访台湾,除了倍感欢喜,也很感谢总统及在台所有伙伴的协助与款待。 穆建指出台美关系向来坚持稳固,两国在各项领域的合作也不断深化,相信彼此对于这个建立在共享利益与价值上的友谊都感到相当骄傲。 穆建表示,美国身为印度太平洋区域的议员确保伙伴安全相当重要,并且相信台湾的安全对于全区域的安全更是不可或缺。 因此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也如同支持台湾关系法般坚定,同时美国也肯定台湾参与各项国际事务所展现的意愿与能力,未来愿意持续与台湾在各项议题上共同努力与合作。